這個什麼 還有一個小學老師 他要希望讓那個學生可以背誦 所以呢 那個背乘數 乘以什麼呢 背乘數乘以 左邊的乘數 所以左邊是乘數右邊是背乘數 OK然後呢把結果算出來 然後打開這個檔案 最後存檔的話 他這檔名不是我們要的我們存成108A好了OK 那首先的話呢他要什麼 請你在那個儲存格這個地方範圍輸入 所以你打開之後你會發現缺了什麼東西呢 你會發現他缺了 就是這個中間要的那個90乘法表 那這個90乘法表怎麼把它做出來 OK不是說叫你自己key啦 比如你知道 1乘的話 他當然另外有個符號 不過我們可以先用x來代替 1乘1 等於1嘛 那總部可以說你現在在背 1乘2等於2 1乘3等於3 那你要一直乘下去的話 可能要做81次 可是他現在是希望能夠做一次公式 然後呢 可以向右向下 全部 都正確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他要把這個放在前面 把這個放後面 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他說呢 把那個什麼 把B4到 J12範圍 做這樣的公式 所以怎麼做比較快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用公式 那公式的話 第一個請你把游標先放在B4儲存格 然後點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按個等號 等號的話 意思是我的 公式要開始 那開始的話就是 先 把上面的儲存格資料 後面的話呢 再串接 所以串接的話記得 就是一個end符號 然後呢 再一個雙引號 那他是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他會有一個特殊符號 不過我們先用X來代替 等一下再改好了 X 然後呢 把X放中間在end什麼呢 end這個1 就是把這個乘上這個 那等於的話需要一個符號 所以end一個等號 再一個文字 因為等號是一個文字 所以等於一個文字 然後最後再把兩個相乘的結果放後面 所以在end 把這個 一個 乘的話是這個星號 乘上這個 打個勾 OK 那特別注意喔如果我現在向右填滿的話 那理論上一定會 會怎麼樣呢 會正確嗎 但不會正確啊 為什麼不會正確 因為如果你向右拉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向右的話呢 應該是 這邊的列有沒有 跟正一下這個藍有沒有 B要變成C 有沒有 變成D嘛這也沒有問題啦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變 有他變C 那C3OK沒問題 可是呢哪個地方不能變 因為乘的部分應該是A4的部分 4的部分不能變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 對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錢的符號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向右拉的時候呢 跟正一下 向右拉的時候你會發現喔 應該是A欄 A4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A4拉過去的話 哇他變B是為什麼 因為喔 你沒有把它鎖起來 所以你向右拉的時候 A會變B 所以喔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怎麼樣 其實你只要把A前面怎麼樣 加一個錢的符號就可以了 OK錢的符號喔 那記得要加兩個 打個勾 我們來試一下向右 放開會不會成功了 OK了 有沒有 然後呢再來的話就向下 可是向下會不會成功呢 不會 不會為什麼 試過了 全部錯 那為什麼錯 主要的原因我們來分析一下 因為 剛剛我們向右 向右OK 向下為什麼不OK呢 你可以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 向下的話呢 那上面這個B 3的這個位置 應該不能動嘛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向下 列號會加1 也就是 B3的3會加1 所以你會發現下來一個 哇他變B4有沒有 B4 那跑掉了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要讓他跑掉的話 你只要看到3的位置 3喔前面加什麼 前的符號就好了 那記得喔 只要3的前面加一個 前的符號 B3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好 這樣的話我們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要回到這個儲存格 打勾 然後我們向右還是一樣OK 向下OK呢 向下看一下 放開 就大功告成 OK 你會發現還蠻奇妙的 所以喔這裡的話 如果你對那個錢 錢的這個符號 假如沒有概念的話 說真的你要慢慢來 但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向右向下 一次就完成了 我再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把上面 B3 有沒有 乘上A4 那哪邊要鎖 特別注意喔 向右的時候 是 A藍不能變動 所以請你把 A的前面 做鎖定 所以向右呢 會關係到那個藍的變動 所以喔 這個是向右的部分 那向下的部分的話呢 記得喔 鎖B3 因為向下的話 向下的部分呢 這個3會加1 這個3會加1 那會出錯 所以只要鎖4個地方喔 只要這4個地方OK的話 那你第一階段應該OK的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一下還有一個地方要把它美化 哪個地方呢 特別注意就是那個X的部分喔 那為什麼我先用X啦 因為 他的題目裡面是要求是用乘號 可是那個乘號呢 很麻煩 他沒有辦法用什麼 用那個 你輸入法 去輸入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符號 比較特殊 那個乘號 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裡面是跟你講說 他的 字元的代碼 是00d7 那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他這邊還有提示你 他可以用插入符號的方式 取得 這個乘號 然後他會是在那個內碼的位置 所以喔 我們可以先 先在旁邊的任何一個 空白儲存格 點一下 然後呢 找到什麼插入 裡面可以看到 最右邊 有一個 是插入符號 插入符號 裡面怎麼知道 乘號 很簡單 你可以在 字元代碼的這個格子裡面 輸入 00d7 這個就是他內碼 那內碼 Enter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而且喔 旁邊會出現 unicode 就是內碼 的名稱 叫unicode 萬國碼 00d7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出現什麼 出現這個 乘號 也就是說 00d7 其實就是乘號 那乘號你把它按插入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有個乘號出現了 那我們如何可以把這個乘號 把它 自換 自換掉那個什麼 X部分 特別注意它是一個字喔 所以你可以 把它剪下來 或者複字也可以 我用剪下 剪下 右鍵剪下 然後再移到我們公式的資料編輯列上面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的乘號 不能用X 因為我剛剛只是為了先做出結果 再修改 我覺得這樣 好像比較會流暢一些些 當然你也可以 在剛剛做公式的時候直接就把它放進來 也OK啦 只是說我覺得我們現在做這樣比較流暢 那你把它貼上之後的話記得貼在雙引號裡面 OK 這樣的話呢 就打個勾 再來的話記得 有一點不一樣 好像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其實我覺得好像差不了多少 OK 只是說它的題目設計就是要你做那個 插入這個 乘號的動作 OK 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才是標準的全部都把它改成乘號 OK 也就是說順便了解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插入某個內碼 那那個內碼 如果就是沒辦法用輸入法輸入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輸入內碼 那個內碼的部分的話 它有分成什麼 什麼ASCII code啦 Big5啦 等等的unicode 那其實這個順便講一下 其實為什麼常常有些資料 看起來會亂碼 就是編碼方式不一樣 我們最早是用Big5啦 那現在都用unicode 那這兩者之間沒有相通 所以有的時候你舊資料跟新資料 就會造成亂碼 那怎麼辦 你只要選對 編碼方式 就不會亂碼 OK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把它取消掉 這樣的話我們就 完成剛剛的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了乘號部分 所以第一題就搞定了 第二題的話再來的話就是畫框線 那第三題的話就是 再把它設定那個橙色的填滿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設定什麼 框線 那框線它裡面總共有123 三個部分的要求 那首先我們按照題目要求 第3列 的上方 到 第12列的下方 用最 粗的那個實線 OK 然後呢 什麼呢 框線樣式的位置就第6個了 所以就最粗的 那第3的上跟第12的下 那怎麼選 特別注意 第3的上 所以我們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就是按照題目他要的 就是 A3到 這個 J12這個範圍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這個第3列 第3列在哪 第3列在這裡 一直選 選到 J12把這個範圍 整個選起來 或者你可以讓 Ctrl去個向右 向下 也可以啦 不過這樣不太 因為它有個空白 或者你這樣把它選起來 選完之後的話 它是希望怎麼樣 上面這一條線是最粗的 下面這一條線也是最粗的 OK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的話 選範圍 2的話常用裡面的這個 這個 劃框線的地方 其他框線好了 習慣這樣 先找到哪一條框線 我們的樣式 要顏色他沒指定 所以就用預設的 那 這個範圍的 第3列的上方 所以記得喔 這個範圍 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點一下上面 這條線 就畫上去了 再來的話呢 下面這條線 12列 12列的下方 所以這一點點一下 OK 也就點了 當然你可以點這邊 或者是按這個也可以啦 我的習慣是點這邊 比較直覺 按確定 好 那 當然這邊就畫了一條 兩條線 接下來的話呢 他說在 B 到I欄 然後呢 4到11列的下方 畫上最細的實線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B到I 所以B到I 是哪 B到I 然後呢 I在 這邊 他說 他的什麼呢 他的右邊 所以這邊的線 右邊喔 OK 然後呢 第4列到第11列的下方 所以其實只要大概框一下吧 B 第4列在這裡 第4列 所以其實不能選到第3列 第4列到第11列 的下方 所以我們選的話 就選 選這邊 第4 所以其實 到I 所以我們選的話呢 我們就選 B到I的右邊 所以就是 B到I都選到 那就把中間這一塊選起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做什麼呢 把這個 最細實線畫上去就OK了 他跟你講說是在左側最下面的那個線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 這邊的線 把它一樣 點這邊一下 然後選其他框線 其他框線部分的話呢 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他的右邊 這邊的線 所以右邊的話記得是選 這邊這一條線 所以你點一下右邊 然後跟他的下面這一條線 OK 他其他哪一條 等等的 然後 把它繪式成框線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按確定 那就按照他的題目 繪式我們要的線條 並且最後再把這兩條線 他最後還有什麼 A欄右邊 跟那個什麼 第三列的下面 畫雙線 這個請各位先畫一下 試試看 他要的結果是這樣的 上面 這一條線跟下面這一條線 是粗線 然後呢 裡面的所有線 其實你會發現 除了 這條線跟這條線 是 是雙線之外 其他的話都是 細線 OK 所以繪製的方法 我剛剛這個 這個如果你要看結果的話 你可以這樣 他本來是用直向的 預覽列印 你可以用把它改成橫向的來看 這樣會比較清楚 OK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該如何修改 我把它Ctrl 一下 就把它恢復一下 其實就是 上面 的部分的話 B欄到I欄 剛剛選的部分 OK我們在 乾脆我分兩個階段 看好了 因為 第一個的話是上面這兩條線 剛剛講過了 第二個的話 畫B欄到I欄 記得喔 請你選所有 有資料的範圍 其實應該選B3到 I 12的地方 OK然後做什麼 他右邊的線全部畫上去 那右邊的線全部畫出來的話 就其他框線 選擇這個線 然後呢 記得喔 先點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也要喔 因為這邊也算是 他的右邊 所以要點兩次 這個地方 第一個按確定 OK OK那你會發現這邊通通有畫線 再來把A3 到 Z1 12這個範圍 的下面喔 所以第四列 第四列 所以這邊一樣喔 把它點其他框線 然後選這個最細框線的下面喔 下面的部分 不跟正一下 好像多選了這個 應該是A3 到 Z11 這一條線不要選到 不然的話你等一下把那個 細線畫上去 那出線就會被蓋掉 OK 所以 A3到 Z11 的下面那條線 所以下面這條線 一定有 我跟你講 應該是細線 所以先選細線 然後再點一下下面 跟 也是一樣點兩條線 OK 然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基本上畫完了 那 再來的話呢 還有 這一邊的右邊這一條 跟這一邊的下面 這個列號的下面這一條要雙線 所以請你把 A3 一直到 A12把它選起來之後 然後選擇其他框線 一樣先選雙線 然後把他右邊這一條 右邊就是這個 點一下 這一條 就已經雙線 還有 這一邊的下面這一條 把它畫雙線 所以下面這一條的話就是一樣 先雙線 然後他下面這一條 應該是 不過剛剛好像多畫了 我們要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的話怎麼確定說你是不是畫成功 那你可以用什麼 檔案裡面有個列印 列印的地方看一下 如果這個旁邊看不到的話 那你可以把方向改成 橫向的 如果你看到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子 那表示你是應該是做成功的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我一下